孔孟的根实 大臣的根实 你能发现 它就起作用 那孔孟的根 孔于成人 孔于取义 仁义代表孔孟的根 我们用仁义 来帮助现在社会 能不能解决问题 人是爱人 现在人不爱人 他自己都不爱 他怎么会爱人 自己做见自己 糟蹋自己 不懂得爱人 义是寻礼 齐心动念 隐语造诅 何情何理何法 这叫义 中国古代 讲人意 讲道德 列法要严 制法要宽 法律定得很严 制法的人说 要有情有义 要面面孔孔 所以执法要宽 非常有道理 能于孔子 对老师的评价 父子知道 忠书而已 忠书能够解决问题 忠是什么 大功无私 你看忠这个邪法 婚一 心 不偏 不邪 无论对人 对私 对一切万物 用这个心 没有偏心 没有邪恋 观用 大乘佛法 大乘 用的是菩提心 菩提心 是真心 真诚 真诚能感动人 从真诚心里头 生出来的慈悲 慈悲是爱心 爱护一切众生 爱护你的仇敌 爱护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障碍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我都爱他们 为什么 大乘的伦理 伦理是讲关系 大乘的伦理是讲到 真正与人 变法界 虚空界 万事万物 跟我是一体 我能不爱吗 中国人讲的伦理关系 没讲到一体 父子还是两个身体 佛讲到整个鱼的狗是一体 不是两个身体 叫发生 所以这个爱多亲切 它有过时 你怎么能在为它 帮助他改过自行 用爱心来处理 就是惩罚 都是用真诚的爱心 人家接受惩罚都干个 不是恨他 不是怨他 是爱他 所以大乘是从爱做出发点 慈悲 同体大悲 无怨大慈 无怨是没有条件的 像爱自己一样的 爱护一切东西